狗狗吐黄水是怎么了 狗狗吐黄水是怎么了 日常饲养犬猫的过程中 经常会发现犬猫在家中去呕吐 然后部分还会出现吐黄水的一个情况 那这个黄水呢 我们先来分析一下这个黄水是什么 这个黄水呢 主要是胃液和一个体液的一个混合物 闻起来呢会比较酸臭 同时有一定的腐蚀能力 因为狗狗的胃液是偏酸的 PH一般在2到3之间 所以说它的酸性还是比较强的 这个呕吐一般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因为正常不管是健康的动物 还是不健康的动物 它在呕吐的过程中 都会呕吐出少量的胃液 所以说吐黄水不一定 一定是说有非常大的问题 具体呢要去看它呕吐的次数 如果它一天只呕吐这一次 精神状态吃喝 包括排泄都很正常的话 一般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如果说它吐这一次之后 紧接着连续吐了好几次 那这个时候可能会出现 比如说胃肠炎 或者说胃部的痙攣 或者说胃部的溃疡 都有可能造成不断的呕吐 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肠道的一耿阻 这个耿阻都会造成 胃里面的体液 包括胃酸是排不下去了 那没有办法往下排 它只能往外吐 这时候会出现吐黄水的一个情况 所以说我们要通过 呕吐的次数和狗狗的状态 来去做一个判断 看看到底是一个 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从而去帮助到狗狗 去做一个合理的解决 小贴士 狗狗吐黄水 具体要去看它呕吐的次数 如果它一天只呕吐这一次 精神状态吃喝 包括排泄都正常的话 一般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如果是紧接着 连续吐了好几次 可能会出现 比如说胃肠炎 或者说胃部的静卵 或者溃疡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 肠道的梗阻 所以说我们要通过 呕吐的次数和狗狗的状态 来去做一个判断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